前方這一根長長的啊 它就是我們的福岡塔這邊著名的地標 河這樣貫穿整個都市 哇 夕陽出來了 view整個又不一樣了 超級美的 這間飯店的view非常厲害 造型是一個帆船的概念 嗨 大家好 我是小腕妮 腕妮人現在在日本九州的福岡市 那先要來跟大家開箱一下 瓦尼這幾天住的飯店 福岡的海因希爾頓飯店 這間飯店的view非常厲害 那趕緊跟大家來room tour一下吧 GO 跟大家開箱一下 這就是我在福岡這幾天住的房間 有沒有超級美的 哇 那個view先直衝 讓大家看一下 超美的 現在時間是差不多是晚上六點半 然後夕陽已經出來了 然後我們這一間房間是位在28樓 然後整個是面著海灣的部分 超級美的 就結合都市跟這種大自然的景色 超愛大愛耶 看了美景之外 還是要看一下房間內部 那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一間的房間的房價 一晚大約是一萬二左右 就是偏高 因為希爾頓飯店 它是四星級的飯店 所以它一定有一定的品質 那這一次也是帶著大家一起來開箱 那我們先看一下它的衛浴的部分 走 這就是衛浴的部分 首先我們看一下檯面的地方 我覺得比較奢華部分是這個 它檯面是大理石 對 採用大理石的部分 然後這邊就是應有的備品都已經有了 那垂風機呢是小支的 對 就是這個牌子 那它這個是有附浴缸的 因為這邊是日本嘛 那日本其實通常都市的房間會比較小 那有時候不會附上浴缸 那如果有附的話其實也很迷你一個 那這浴缸我覺得它的size已經算大的 就女生的話應該就是可以把腿伸直好好的泡澡 那再來呢它就上面有蓮蓬頭 所以就是基本上也是站在這邊做重洗的動作 好 那再來這邊有個馬桶 TOTO的馬桶 然後當然也是免治馬桶啦 就是蠻不錯的 那我覺得這個衛浴的整體空間是非常的寬敞 就是有別於以往晚泥住過日本的飯店 那這一次我訂的這一間房間是雙人床 然後它是兩張單人床分開的形式 那如果說你們想要就是一張雙人大床的話 可能就是要跟飯店特別住寄一下 那看他們有沒有辦法安排那樣的床型 就是好像是不一定 今天晚上會是我的第二晚 所以我昨天已經住過一晚了 那整體感受是非常的讚 對就是覺得說環境很寬敞 在這個都市喔 雖然這個旁邊是港 但其實這邊就是離天神商圈蠻近的 就搭個車十分鐘就可以到了 對所以我覺得在這算是很都市的情況下 房間還有這樣的空間 我覺得已經非常的好了 那再來呢 這個後面就是非常棒的景色 這view超級強的耶 大家看一下 前方這一根長長的啊 它就是我們的福岡塔這邊著名的地標 那今天晚上我也會上去塔那邊 觀賞一下福岡的夜景 那現在這旁邊就是他們的海灣 超級美的 然後現在夕陽整個已經出來了 很棒對不對 看下面整個它的 河這樣貫穿整個都市 大致Room tour就是這樣 那萬妮覺得說 這一晚一萬二的價格 對我來說是 應該是我平常不會住這麼高檔的飯店 那今天是因為出差 應該說我覺得 有時候有的高檔 房價比較高的飯店 完全是因為它的地段 對那我覺得這一間房間很強的地方 然後它房價一萬二我覺得值得移住的原因 是因為它除了它的地點很方便 很有便利性以外 那它景色也是超級厲害的 所以它是有那個地點 也有view 就有兩者兼具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有機會來到福岡 如果預算高一點的話 可以選擇住這樣 這一間福岡西爾頓飯店 而且它的旁邊啊 緊鄰著就是大巨蛋 昨天有棒球比賽 那我看到蠻多球迷來這邊觀賞球賽 然後結束之後呢 旁邊就有家居酒屋 所以我覺得如果就是有在看球賽的朋友 可以安排就是住在這邊 可以有非常便利的就是交通的優勢 就是看完球賽 基本上走路就可以回到這一間飯店 對所以這一間海因西爾頓飯店 推薦給大家 非常的讚推推 那我現在要先去吃晚餐囉 這是他們四樓用餐的地方 超漂亮的耶 咖哩區 哇 超級咖哩 印度飯 各位我們現在在海因西爾頓飯店 享用它的晚餐 然後這邊咖哩我覺得種類非常的多 就是而且這個環境超級讚 整個是大挑高的一個裝潢 大家有機會可以來吃喔 然後這個是晚上的景色 然後他們是海藝飯店嘛 所以它造型是一個帆船的概念 好美喔 啤酒區 對 echap 嗯 很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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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あ 好,好,好,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